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祝福你今天可以很真实的经历 神的爱和神的恩典 在我们一路分享过来说 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时候 他预言说他将要为我们 为我们这些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会三天以后会复活 会升天将来会再来 他自己的一个预言 在第一次的预言里面 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我读给你听 这件事情对你对我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说当他将来要再来的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自己非常清楚的讲一件事情 就是人死后且有审判 许多人都会非常害怕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但是生老病死 本来就是人生必经的一个历程 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去害怕这件事情 不如我们很认真的想说 死亡这件事情让人会害怕 是因为他是一个未知 生 我们知道 我现在活着 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老 我也是最近 最近的皮都开始皱起来 老 我知道怎么一回事 生病 常常生病 所以我知道怎么一回事 死亡 对绝大部分人而言 其实对我们而言 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因为未知 所以让人会担心会害怕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死亡不是一个未知 人死后且有审判 而且是照着个人的行为 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 与其我们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用惧怕去面对它 不如我们认真的面对 死后的那个审判 才是我们要认真去面对的 我们要去认真的面对说 如果是照着我今生 我的行为来定那个审判的结果 那么我这一生要怎么过呢 我这一生要怎么样来过呢 我们华人喜欢讲说 未知生 焉知死 如果我连人生我都还没搞清楚 我去管死亡 不要去想它 不要去想它 但是我们要不要反过来想 未知死 焉知生 如果死后有审判 而审判的是我这一辈子 所做的许多的事情 我要不要反过来想是说 主啊 我知道了死亡是怎么样一回事 所以我才知道我这一辈子 要怎么样来过日子 求主帮助我们 清楚地认定一件事 人人人都有一死 但是死后且有审判 因此我知道死后有一个审判 所以我这一生要好好的过 因为不是人死如灯灭 死了就没事了 一了百了 不是的 死后如果有审判 那么我这一生要怎么过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